天说热就热了 到热的时候了 马上就要收卖去了 可不是 豆椒便宜了 今天咱们吃门面吧 那你就该买豆椒 我给咱做 行 大家好 老张想吃门面了 今天给他做堆豆椒门面吃 老张 这豆椒多钱一斤呢 3块钱一斤 比前几天便宜多了 用我帮你摘吗 不用了等着吃吧 面我也买了不用喝了 行 豆椒全摘好了 我再切个大肉 没面里放点肉香 切好的肉片 装盘备用 我再切个西红柿 西红柿配到豆椒里 这豆椒更软了 先把这个西红柿蒂去掉 改刀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切好的西红柿也装到盘里 最后切点葱姜 葱切成些刀片 姜切成姜丝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现在开始做煤面 我先把攒好的豆椒清洗一下 今天我用铁锅来煤这个煤面 铁锅煤下面更好吃 在锅中加入适量的底油 起锅烧油 油为六成热 放入切好的五花肉片 肉片炒得变色 放入一勺五香粉 把五香粉炒匀炒香 再下入煎好的葱姜 适量的咸盐 适量的咸盐 大火翻炒 豆角炒匀以后 放入西红柿 把西红柿也炒匀 现在开始调味 锅中加两勺咸盐 炒肉的时候放个少半勺 现在加两勺就可以了 最后在锅中加适量的开水 水加到快没过豆角就可以了 现在盖上盖子 让它大火烧开 老张把面也埋好了 把它放到壁子上 揪短一点 汤汁也烧开了 我把它比出来点 锅里留上一点点就可以了 现在把面条铺到锅里 不得均匀一点 盖上盖子 转中火 让它焖五分钟 已经焖了五分钟了 现在掀开盖子 把刚才比出来的汤汁 浇到面条上 这样面条更加筋道入味 接下来用筷子把面条打散 打散以后 再次盖上锅盖 让它再焖五分钟 又焖了五分钟了 锅里的汤汁基本上收干了 现在把面条和豆角拌匀 好了 关火 香喷喷的没面 就做好了 老张吃面 还夹了个老虎菜 吃的面叫老虎菜更下饭 面怎么样 好吃的 我妈应该就开盖了 面里都好肉了 有点肉有香 其实酥面也好吃 哎呀 我种感觉没肉好吃 我感觉没有肉的好吃 是吧 刚讲肉还是有点肉香的味 其实你父子俩就离不了肉呀 这有多少肉应该 这就有三两个肉吧 最多 哎呀有肉就行 有肉味就行 不要太多 怪不得我妈让你买吃 我买肉肯定一斤肉 我感觉咱这几方 这几个省都吃门面吧 条款不同 嗯 香粉那边里里江那边也叫卤面 可能往南边也叫卤面 河南也有门面 山东也有门面 河北也有门面 哎呀一个人在说话 在这北方那儿 咱们吃面子多 煤面做法简单又好吃 现在豆角两三块钱一斤 赶快给家人们做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